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济盛满堂的 度眼龙兽 我是你们白巫师 EZE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 SAMON 那今天呢 我们要讲一个关于到巫师 非常非常有趣的话题 就是邪恶之眼 什么是邪恶之眼呢 那想必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个东西 蓝蓝色的一个眼睛 但是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意思 那这个在巫师里面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 让白巫师 EZENDRA跟你们分享吧 然后呢 你们看这个蓝色的呢 我们今天主打讲的是蓝色的邪恶之眼 因为呢 蓝色的邪恶之眼是最常见 很多巫师会用蓝色的邪恶之眼 但是呢 这个邪恶之眼 我们有很多其他其他颜色 跟其他其他的功效 但是多数是这个 就是蓝色的 因为呢 这个蓝色的邪恶之眼 是主打保护 那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关于到结界 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的影片就有讲过结界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到的话呢 可以点击去看 然后去看回去什么是结界 那你会比较明白这个 今天的影片 那其实这个邪恶之眼的 这个用法呢 很多种 那其中一个就是保护嘛 那其实很多巫师就会讲 这个邪恶之眼就是我们拿来保护自己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对方 比如说 有小人之类的 他们要下你发 其他巫师要下你发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呢 那一个呢 都是叫Ever Eye 这个Ever Eye就是邪恶的眼睛 所以他们用邪恶的眼睛盯着你看着你在做什么 然后要破坏你 这个就叫做邪恶之眼Ever Eye 在我们巫师里面 那其实 嗯 其实啊 不要讲那些下法的啦 那普通人那些眼红你的 之类的可以用吗 也是可以用 因为那个的话呢 也是算是邪恶的眼睛 因为他们就邪恶的眼睛点红 看着你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他们就盯着你 所以我们巫师呢 就会用这个东西 以其人之道 凡治其人之生 这样子 ok 就是 你用这个邪恶之眼盯着我 对吗 你要叫我要弄我 对吗 那我就 撒回你 就这样 就弄回你 这样子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你用你的邪恶之眼来看我 我就用我的邪恶之眼的法看回你 这样子 所以你会反射回你自己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呢 可以 讲是别人的邪恶之眼 也可以说用来保护自己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巫师你看 很多就会掉这个邪恶之眼啊 在手上啊 在紧啊 之类 然后再加上呢 我们就有一个邪恶之眼的系列 就是我白巫师 Ezandra自己创作的啦 就是这两瓶东西 这两瓶东西呢 就是可以给大家去做自己的结界 因为其实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邪恶之眼呢 你没有下法是完全就是 没有这个功效的 你一定要有经过在巫师的 这个法啊 的加持 你才能够用的 就是说 一个结界这样子 就是变成一个结界 才能够保护到你 才可以去挡掉这些杀气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因为我们很多人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烦恼 要保护自己 但是呢 他们又不能够 因为不是巫师嘛 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 叫做Evil Eye系列 就是邪恶之眼系列 然后就有两瓶东西 这样子 然后你们看哦 它上面就是有写字的 然后就是这个邪恶之眼 在中间 然后旁边有圈了一个字 是The universe is always protecting me 就是说 这个宇宙永远都在保佑着我 保护着我 这样子 然后 是是是 那是是是就是一个能量的这个数字 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关系到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新品 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因为这个邪恶之眼 那其实你们都懂嘛 邪恶之眼就是 可以说是对方的邪恶之眼 只要是 它有对你不好 眼红你 要破坏你 要打压你 要很像 破坏你的名气 破坏你的财运 要对你不好 或者是它要下你降头啊 之类的 都是有关系到的哦 去渡你啊 对 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叫做邪恶之眼 然后呢 邪恶之眼 它 你不要看它这个眼睛哦 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东西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邪恶之眼 加上巫师的法过后啊 它会发挥到一个 有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作用 去帮你挡掉这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啊 很多巫师啊 就是很常见的 这样子 因为 在马来西亚没有这个东西 那在外国西方国家 那些巫师啊 这些前辈们啊 或者是 这些巫师朋友们呢 他们就很多这个 呃 系列 但是呢 这里的话比较少 呃 目前来说 我看 马来西亚应该只有 百五四 自创的一个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 一个能量水跟一个能量油 就是一定要搭配的 然后搭配水晶才可以做出一个结结 或者你可以用它的油 就是可以去涂抹 这样子 那一个的话呢 就可以保佑你 因为它就是整个这个 邪恶之眼的这个能量 去围绕着你 那你用了过后呢 宇宙就会知道 诶要保护这个人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有这个结结 设了一个结结 你用在身上的话 就是你这个人的结结 保护你 不是说 你用了 就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或者是你用了 就会挡掉所有东西 不是 但是它是保护你 就是像什么呢 就是像一个作用 就是水晶 当你的水晶啊 就是你用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啊 你突然间走路走路爆掉 这个就是这个水晶在帮你 那这个 这个evil eye 这个邪恶之眼就是这样子的功效 它是保护你的 然后给你下这个结结的 对 而且是保护你的能量 保护你的地方 就是结结保护你的地方 跟保护你的能量 所以因为这些人 就是有点像能量吸血鬼 然后 你们没有听过能量吸血鬼 回去那边看 我们有一个影片 是能量吸血鬼 OK 所以如果你们不明白的话 可以回去看 他们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人 就是叫做邪恶的人 的眼睛 这样子 所以它才叫邪恶之眼 那当然这个邪恶之眼啊 它还有很多很多用处 就是看我们以巫师方面 我们要怎么用它 有时候可以下法的时候用啊 有些有时候可以怎么怎么用 怎么怎么用 就是看我们自己这样子 但是这个的话 一定要是巫师才能够去activate 这样子的 不然你就带着 就是当成是一个饰品 这样子罢了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这个邪恶之眼就是蓝色的 所以你们看 这些二支眼 你们看就是一个眼睛在盯着你 所以要你们看啊 这个整个图纹啊之类的 你可以直接下这个法 我们下了这个法过 我们可以做一个结界 所以这个结界除了保护 我们也可以 把这些不好的东西 弹回去给人 或者是说 我可以下 下什么 弹回去给人 对 没有 因为他们对我们不好先 我们不是乱乱来的 就是他们先对我们不好 这个evil eye 他就是这样子 他不会很像讲 不公平我弹回去 不公平我弹回去 他这个呢 这个邪恶之眼蓝色的话呢 他就是注重一个保护你 所以如果你在生活上 有人对你不公平 或者对你坏 他才有他的作用了 不然的话 如果人家没有来到你的面前 他不会变成一个邪恶之眼啊 如果在你旁边 他没有对你邪恶 他怎样会是一个邪恶之眼呢 他怎样会被这个邪恶之眼反射到呢 因为这个邪恶之眼 这个眼睛是反射回他的 就是因为我们讲什么 我们偶尸相信 我们的人的眼睛是心灵之窗 所以的话心灵之窗 我们眼睛对眼睛 所以他对你有邪恶之眼 你一定要用这眼睛对回他 他会拿到他自己给你的这些能量 就是怎么说 就是讲 如果今天他给你这个礼物 给你这个礼物 你不要收 你反而还回去 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他不是说 这个保护自己 然后弹回去 不是 是因为他先弄你先 他是一个邪恶之眼先 所以这个巫师就是拿来保护的 这个就是注重在保护的 所以大家很像讲 邪恶之眼很多人不懂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放这个邪恶之眼 那没有用了 放在那边没有用 或者是通常他们就是很像 做什么什么东西啊 然后根本就是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因为这个邪恶之眼的话 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怎么说 Purpose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这个能量 跟独特的用法这样子 然后你要知道要怎样去activate它 就是会激活它的整个能量才能够用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今天呢 那白巫师以前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巫师法门里面的这个邪恶之眼 然后呢 还有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 邪恶之眼系列 然后让大家可以帮助到大家 因为呢 这一些呢 就是我们可能巫师啊之类 就是西方的巫师 像我们巫师也是有像 很像比如说三门师傅很多风水的东西啊 我们巫师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每一个月都在做 可能每一个月的前面一天 或者是满月的时候做 或者是可能每一天都要做的 那这个呢 就是其中一个 对 讲到这个邪恶之眼啊 这个是保护 就是不要给它进到我们的范围对吗 对 就是保护你的 OK 就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这个邪恶之眼的话 它一定要两瓶才可以一起用 就是结界方面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自己涂 但是结界方面一定要两瓶一起用 因为为什么 跟我们讲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哦 用了它过后啊 很多 尤其是我们做巫师啊 我们射了这个结界在那边过后啊 那个水里面很常会抓到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可能你会抓到一些虫 那可能你会讲啊 虫可能是飞过啊之类的 那我们要看到有一些是不好的 有些是好的 这样子 那有一些呢 更奇怪的就是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有一只针 生锈的针 或者是什么什么针在里面 就是很莫名其妙会在那个结界的碗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掺的 然后放在那个碗里面 就是很奇怪啊 它就是会抓到一些不应该在那边的东西 或者是有时候啊 可能你放在那边才放几天 突然间生了很多碗 懂吗 那种蜘蛛网啊之类的 这些都是巫师 因为我们巫师的话呢 我们会面对很多这些巫师的这些法门里面啊 很多眼红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巫师会保护自己 因为我们巫师第一堂课第一个东西就是一定要先保护自己 而且除了人之外呢 还有灵 就是一些灵啊 就是他们可能不怀好意的灵 他要破坏你啊之类的 那个也是算邪恶之眼 所以邪恶之眼呢 就是讲对你有害的眼睛 邪恶的 才会被移除掉 当你们用了这个来放这个姐姐了 对 然后你们放了这个这个姐姐出来 然后你看到有东西你们不明白的去找保护自己 对 你们都可以跟我说 然后可以帮你看什么东西 但是呢 就是希望不要 就是希望不要有东西干干净净就好 就是代表很好 安全 但是不代表你不要摄这个姐姐哦 就是你还是要摄这个姐姐 但是呢 就是可以保护你 这样子 但是是希望不要有东西在那边 因为有东西残留在那边呢 就是讲这个东西已经弹到你的身边了 你周围了 所以被抓住了 所以不管他是石头啊 针啊 虫啊 什么都好 不明白他就问保护 对 就是一些暗示 所以我们巫师的话会有一些东西就是暗示 因为我们相信啊 宇宙发生的所有事情 人事物 听到的东西 看到的东西 还有所有东西的发生 都是有原因 都是宇宙给的暗示 跟这些小小的 就是小小的暗示 这样子 所以的话我们就会看 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做仪式之类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邪恶之眼的作用 所以我也知道大家很多人就是有需要 再加上现在呢 又是九云年 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这个邪恶之眼的系列 给大家可以在家里也可以自己设结界 然后也可以保护自己 那我们要先学会保护自己 我们才能够去帮助别人 所以如果你连自己都没有保护好 你要怎么去帮助别人 所以呢这个大家你们就可以用 所以呢我们今天简短的讲了一下 这个巫师的邪恶之眼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 然后希望大家有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记得要保护自己哦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哦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对一些恶之眼有什么疑问的吗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不要忘记 我们每天晚上 即是满航度远龙手 每天晚上有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 拜拜